75岁罗家英出国旅游,与女友人开心聚会,汪明泉独自隔离健身姐们。 5月16日,据外媒报道,75岁的罗家英接受了采访,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近况。 罗家英表示上周四与弟弟结伴到新加坡旅游间探亲,预计会逗留6天左右。 他表示上一次出国已经是前年的事情,当时他去马来西亚拍戏,之后受疫情影响,就没再出过远门。 罗家英继续说道,我姐姐早年嫁到新加坡,这里有很多亲人,感觉比较熟悉。 他感叹道,亲人们都老了,能看就看,看不见就没得看,很多人都走了。 探亲之余,他还会跟朋友聚会,想吃榴莲和肉骨茶。 罗家英还分享了多张在当地游玩时拍摄的照片,第一张照片中,他与四位女友人开心聚会,对方都是乐剧爱好者,彼此有着共同的兴趣。 他上身穿着黑色印花外套,下身搭配灰色长裤,打扮休闲。 已经75岁的他,脸上皱纹不算太多,身材依旧挺拔,跟当初演唐僧时比起来,变化不算太大,很是老当义壮。 最后,罗家英谈到了妻子汪明泉,他说汪明泉去了澳门工作,目前独自在酒店隔离。 不过,夫妻俩每天都会打电话,始终保持联系。 结婚多年仍恩爱有加,实在让人羡慕。 不能出门的日子,汪明泉会在房内练歌,看书以及健身解闷。 酒店专门给他提供了一台健身单车,让他可以随时做运动。 考虑到年纪大,担心膝盖受不了,他通常会骑30分钟到一个小时。 汪明泉也提到过罗家英,罗家英跟他说,自己实在太久没出去,无论如何也要出门玩。 对此,他非常理解并祝对方玩得开心。